Hello 大家好 星期一 讀書Live 我們停了一個星期 回一回氣之後 今天回來跟大家說鬼故 這本書最近在成品見到 叫阿公說鬼 好像在網絡都蠻流行的 未看完所以我想分兩天說 我覺得他們鬼故都蠻害怕的 還有這位男骨子 我相信他都應該認識的 因為中間說的東西 其實我有一些是經歷過 因為你知道我媽媽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有些我都聽我媽媽說過 所以中間我覺得他的道理都蠻真 不流 而且他的故事是我看過很多鬼故 其實我很喜歡看鬼故 而且我很喜歡看鬼的電影 當然我很害怕 如果在戲院 這兩年就沒有什麼在戲院看電影 如果早幾年一切正常的時候 看鬼故 我一定會把雙鞋縮上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怕看著看著 有人摸我的雙腳 沒有低能 看鬼故的時候 其實鬼故是真正 我剛才聽過一個導演說的 其實拍鬼故 其實你很難找人去扮鬼 嚇到你害怕 其實是不行的 通常都是透過一種氣氛 一些音樂氣氛的營造 擾亂你的露電波 令到你深深恐懼 其實每一個人當你深深恐懼的時候 那種就是真正的恐懼 所以其實所謂的鬼片 其實最極致的鬼片 就不是真的怎樣化妝 假裝鬼出來嚇你 因為這件事是很難的 而且是很假的 所以真正的極致的鬼片 其實就是令到你深深恐懼 令到你那個氛圍上 你自己嚇自己 這個是真正的鬼片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在香港 都很有鬼片的感覺 都很有深深恐懼的感覺 回歸之後 回歸這25年 就是Celebration完了之後 我一直都覺得 是時候都收養新息 重新起步 重新發展香港的魅力 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但最近一些新聞 令到你很有恐懼 其中一個很有恐懼的 就是你剛剛看完 大陸河南的擠題 那些存戶拿不到錢 你想想你一生人做了一世 竟然你的血汗錢拿不回來 你這件事其實是不是很恐懼 不單是恐懼 很憤怒 但跟殺了你沒什麼分別 即是他不殺你 他拿了你的錢 你一毛錢 你應有的錢 你一生的積職 你一毛錢拿不回來 你想想這件事 是多麼恐懼 你最恐懼的就是 當這些人拿不到錢的時候 想出去維權 是維權不到 因為他健康碼變成紅色 就是出不了街 剛剛這裏 聽完一些令人蒙管凍的新聞的時候 那邊商 露寵網就說 我們又要在香港走健康碼 即是你不用怎樣解釋 即是你怎樣解釋 其實你都很難令到人不恐懼 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報紙 其實我首推就是東方日報 即是東方日報 即是東方日報 即是很厲害 即是其他那些都很流 即是東方日報的寫論 即是我每天都看 每天都拜讀 即是他 他微微就是說 他說這個 你有搞過安心出行的實名制 接著就要再仿效這個紅龍落馬 即是紅黃綠馬 他簡直就是一石擊起千重浪 他說這個除了擔心私隱外洩之外 更加憂慮紅黃綠馬 這個用法 這個範圍可能不會太廣 即是你不單是用來防疫 更加會阻礙商業的運作 然後《北風一轉》 亦都說這個河南鄭州那件事 你不能夠撇除香港人有這個恐懼 因為你豬肉在前 所以我覺得寫得最白的 即是最能夠表達香港人的情緒 即是那種Worry 現在就是這個東方日報 雖然特首說我只是限於這個 但問題就是 我就說好像拍鬼片一樣 即是他不是要假裝鬼出來嚇你 拍鬼出來嚇你 這些是最低樁的 而且人們是不會怕的 而且一定會擾流 他最怕的是什麼 他在氣氛營造 令到你深深恐懼 不然那種恐懼 即是疑心深深暗鬼 這個就是不能拿走的 這才是最害怕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不用怎麼說 因為前面正在發生 剛剛看完新聞 大量的新聞報道 這個河南鄭州 雖然大台沒說 但Now TV是有說的 BBC各方面 你在網上看其他媒體 全部都有說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會令人不憂慮呢? 這些味道就像拍鬼片一樣,不需要用鬼來嚇你 但它是起婚型做到你疑心生暗鬼時,這才是真正的恐懼 所以我心想,為什麼呢?全世界都正常化 那邊商,香港政府又說11月,我們可能有機會免除任何入境檢疫 大家都想,7天都不用,7天都節省的時候,真的可以出去逛逛 外面的人都想回來,外面的人都想來 但問題是,你這邊商就說不要那7天,將所有限制減除 香港要成為國際城市,大前提當然要出入境要自由,要方便 你這邊商就說向著這個方向走,那邊商就無緣無故做一個 剛剛豬肉在前見到很害怕的紅藍綠馬 你搞來幹什麼? 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到底是誰的要求呢? 到底是盧寵茂呢?還是醫學專家的建議呢?還是北京的建議呢? 看了幾天的事態發展之後,我自己就覺得應該是盧寵茂自己的想法 因為她是很鷹派,很勇的,新冠上任三把火 我媽媽是挺有智慧的,她就說新冠上任三把火,要有表演 幫表演,就是要表現出我很勇猛,我要更精準去落實這個防疫措施 你會看到,最近連那些港大,即她的同袍,她都是港大友 她的港大同袍,四大學者,包括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孔帆毅等等讚問 就說香港今年冬季之前,最佳的保護就是要做混合免疫,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你中招加上你第一疫苗,這兩者就建立一個所謂的混合免疫 即是令到有一部分人確診了,確診了之後就可以免疫 是一個在社區裡面讓這個病菌有低度的傳播 這個才可以,最好的一個保護社區的方法就是一個群體免疫 即是你中招之後你還未免疫,或者你打針,你還未免疫 所以其實她就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所以甚至是呼籲政府 建議是什麼呢? 建議就是說這個學校的快速測試可以取消 這個維蜂強劍可以取消 讓社區有低度的傳播,令人群透過自然的感染 是加強這個免疫力 當然他們在想那一套東西,跟盧先生,局長在想那一套東西 就完全不一樣了 盧局長當然覺得自己也是專家 我也是專家 我用來讓你們這些專家去建議嗎? 我又不是不懂事,我比你們更懂事 他們隨時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自己還沒看資料 我看完資料之後 我就覺得應該要有安心出行實名制 兼且紅黃綠碼 更加有效精準 但問題是他有沒有想想 這件事的side effect 是令社會有更多的憂慮的 現在社會是不應該 如果你要重新建立經濟活動 不病死都餓死了 經濟活動 在這樣的環境中 當然是沒有任何的 最減少的限制就最好 後來你想想這件事已經搞了三年 你打來不累嗎? 為何經常都要容人自擾 你看到全世界歐美 不喜歡看歐美 歐美的確已經是開放了 沒有東西了 我很多朋友去完歐洲旅行回來 其實每個人都不用戴口罩 入境也不用檢查心 當然是為了回香港 你一定要打完三針才出去 如果你不打三針 你回不了 但其實已經很自由流動了 一切回復三年前以前的狀態 甚至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一樣是這樣 很多朋友去了新加坡 將基礎轉到新加坡 有些是在新加坡找機會 他們去到那裡都說不用戴口罩 但其實他們開會 各方面 如果你中一招 他們最多叫你回家 你休息一下 其實連報都不用報 當全世界都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還綁著腳 自己畫個圈子 站在那裡 用人自擾 我覺得其實經濟很難搞 你就搞不到 你看完這個事態發展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 如無意外 都應該是盧先生自己想搞的 正如我媽媽所說 新官上任三萬方 要顯得自己有能力 但其實這些性格 你跟林鄭就很相似 那時候林鄭都想著 我都要有所見說 但他們思想又很狹窄 他們想到一樣 又想不到另一樣 即他們想不到 那個影響 可能帶來的傷害是怎樣 結果便玩殘 那便玩殘大家 其實你豬肉在前就沒有搞 大家就收養新息 但既然一班學者 政府專家顧問 袁國勇 孔凡毅 甚至許樹昌都覺得 盧局長說這件事 所謂的混合面型 他覺得只是理論 許樹昌都說 這件事不是理論 因為已經在歐洲地方 譬如英國、新加坡 已經實行了 在實行了 而別人也成功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 其實你就已經有人豬肉在前 你就不用擔心了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我覺得 不要無緣無故搞疊 如果無緣無故搞疊 其實會令到社會很困擾 這件事會令到別人很有恐懼 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明白一件事 就是有些事是 少做就好過多做 不做就好過做 即是你有得社會 自己去收養身色 做生意 繼續去做 你越少搞 其實是越好的 當然你說 是不是要躺平 不是躺平 你現在香港又要打足三針 全部都要按 安心出行 其實這些都已經很精準 然後你還說要戴手帶 其實你如果中了那個 戴手帶 其實還要加多個紅黃綠碼 其實是不是真的太多呢 是不是真的太多呢 總之說那句 就是你越多 就只是事實證明 是會越令到經濟難反彈 甚至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都是國內的大好友 最近我在這個訪問 這個金邊實業的董事長 香港中小企業 香港中小企企業聯合永遠會長 這個叫劉達邦 他都說港商遊走歐美十成建 因為那些人來不了 所以就要遊走歐美建立 去感嘆外地的疫情已經過了 就是與香港 麻煩你盡快撤消你的經濟措施 你想想你熔斷也不搞了 原因就是你都希望 想facilitate travel 令到那個traffic可以方便些 11月也都希望企圖 試圖在想緊減隔離 其實劉寵是搞了那些事情 剛剛就是背道而遲 剛剛整件事就調轉來 為甚麼事呢 要威脅遲些先 找一個適當時間再威脅 現在這個時候就不要搞了 先說一下鬼故 雖然鬼故 我拍電影的導演經常都說 為甚麼令到人真的害怕呢 其實就是令到你自己嚇自己 令到你疑心深暗鬼 這個是最害怕的 這個是鬼故最高的層次 而不是彈一隻東西出來 所以其實是 見不見能 所以我覺得這部書 其實他個癮的地方 他寫得挺好的 好的原因就是 雖然有一些故事好像有點跨 但是跨得來 他中間有一些道理 他第一個故事 其實我看的時候有點寒 所以我就看不完 因為一次過看完我 所以想跟大家分開 兩個星期說 第一個故事就是 這個男主角 被這個女鬼上身 其實他為何會無緣無故 做這樣的事 為何會無緣無故上身呢 就是因為他去買二手電話 那二手電話 首先第一件事 二手電話 我從來都不用 我媽媽從來都不讓我買任何二手電話 無論是有些人喜歡買二手車 有些人可能喜歡買 二手古董衣服 沙發 任何形式的二手電話 我媽媽都反對的 原因就是 因為你實在不知道 上手用過什麼 所以除了你買樓 你很難完全買一手樓 但是樓 當然你現在要檢查紀錄 你不可以騙 如果你說那間屋 曾經發生過一些命案 死亡 你自然死亡 當然不算 但例如你有些命案 之類的 兇殺案等等 其實你是要報的 否則你就是犯法的 即地產是要說的 如果你問他 他要說是不能隱瞞的 但除了買樓 即有二手樓 之外 其實我媽媽都覺得二手是不好的 第一個故事的男主角 就買了一個二手電話 買了一個二手電話 買了一個二手電話 之後就發覺開始不對勁了 因為電話整天半夜就會自己穿 每一天就會自己說 然後他就越來越發覺 就是不對勁了 即是中間有很多東西 令到他在夢境裡面 他會見到一個女人經常出現 很奇怪 而且他的電話好像神神地 無故自己穿 而且他的Safari 經常會自己彈著一些歌 即是這件事 其實去到這樣就不用說了 你就快點散水 其實我以前有說過我一個經驗 就是我在中大的時候 其實我E1的時候 就是住在 我不要說哪個宿舍 我懶得如果現在住在宿舍那間房間 的同學會怕 我身下書院 我當時住在一間 我都不知道假稱那間是美房還是頭房 因為其實美房也好 頭房也好 其實他的號碼 可以1 2 3 4 5 6 8 9 10 這個便是頭房 但反過來那邊 從這裡數回來 這間便是美房 其實我都不知道那間是美房還是頭房 總之是Corridor 最進的那間房 那時候也是的 我E1的時候 因為我的房間 原來他的耳朵是撞籠的 看我Youtube的朋友可能都聽過我講這個經歷 他撞籠他聽不到 很多聲音都聽不到 而且他經常都不在房間 我又很早睡 我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 我經常聽到很多聲音 包括那時候 我們都沒有很流行 用CD 用Cassette機 我一個人在房間 自己會播放電台的收音機 但你又不是聽到電台的人在說話 你不是在聽晚上那些 20年前應該沒有光明鼎 總之你明明就是開了收音機的聲音 但你又聽不到主持人的節目 又聽不到 總之就突然打出來聲音 突然打出來聲音 但我的房間永遠都聽不到 只有我聽到 後來我發現真的很不對勁 結果我住了半個學期 然後我離開了 從前沒有再回到我的房間 因為我覺得是很不對勁 但我朋友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聽不到 因為他原來有一隻耳朵是撞我的 這個也是 電話無緣無故經常有Safari會開 然後播歌 起初他都以為是否有什麼事 結果拿回去弄 拿回去弄的時候打開機 我發現裡面有些頭髮 雖然我覺得劇情有點誇張 可能有些隱子有點誇張 一有頭髮 電話扔掉 但重點是你已經太遲了 因為這部分是有點誇張的 手提電話裡有一堆頭髮 但重點是你在那一刻扔掉電話 就已經太遲了 因為那位小姐已經進入了你的空間 已經進入了你的空間 所以其實最大的問題是由你買二手東西開始 就是你由二手東西開始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一首電話是怎樣來到這二手店 他就買了這支電話就拿回去 其實他是一段時間才拿回去弄 然後就發現是這樣的 整個了 以為電話沒問題 當然二手店不會給你換 所以就拿回去 但到他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原來他女朋友的公公是做道士的 所以阿公說鬼 又是說 亦都是說 又是說 又是說 然後阿公就很厲害 阿公看到他的時候 就發現他不對勁 你的氣色那麼差 好像撞鬼 所以阿公就給他一個道符 就叫他 喂 你有什麼事 電話再無緣無故響 你就拍下去 就是找個符拍下去 他說為什麼 因為你裡面已經有一個不應該的靈體 跟著你回家了 他說你要拍了他 拍了他那他怎樣 拍了他的話他還沒煙燒雲散 他就會覺得 哇 這樣就太過殘忍了 於是這個男生真的有好奇 他心地都好 但他又很好奇 在響的時候 Safari再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話 你到底為什麼在裡面 有什麼我可以幫到你 這件事也是我媽媽經常都教的 最重要是做人不要八卦 做新聞我很有好奇心 但我只是對人很有好奇心 但我對人以外的靈體 我是沒有好奇心 就像我有一年 一人去吳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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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時早 四點多 我就出車去爬吳哥佛 我不是癡善一人 我有個導師帶我去 人人在吳哥佛 因為是看日出的 人人在西邊看吳哥佛 那人不知道是不是老點我 還是不知道 他就帶了我去東邊 東邊那裡 首先要經過一個樹林 如果你有經過吳哥佛的東邊 因為吳哥佛是一個正 是東南西北的 即是它是東南西北 所以如果你要看日出 其實你要看正西 它是正的 以前是皇宮來的 是宮殿來的 所以它的宮殿是正東的 你對著宮殿的那個是正西 太陽就在正東那裡上 正常你要看日出的 當然是正西 那人真的找我老闆 帶了我去正東 那怎麼看呢 日頭在你的頭殼頂出來 其實你什麼都看不到 但當時我不知道 我一人就帶了我去 早上四五幾 還要經過一個樹林 你說要不要 那個樹林是一個 restricted area supposed是不可以進去的 他就叫我給5元 個guide 即是給5元美金 然後他就自己衝進去 那一刻我就慘了 司機就走了 我站在樹林門口 他就進去 所以我就逼著跟他進去 那這一刻 其實我之後 已經被我的朋友知道之後 就罵到我死 他說你是不是瘋的 你是不是瘋的 他說你怎麼可以跟他進去 如果他在裡面 他做任何事情 你以後找不到你了 即是你是這樣先的 即是沒有人會知道你去了哪裡 你還要一個人去 其實這個都幾捆扯 我一向以來 那種冒險性格 我以前做新聞的時候都是這樣 即是當所有人在天安門 我記得北京新澳 所有人在天安門廣場 都無法回到電視台的時候 我一個人在凌晨2點多 跳上了三個男人 拍在天安門 不知道哪條後巷的一輛車 然後我就叫他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北京電視台 那一人看著我 他說好 然後就載我去 但那時候因為新澳成功 鎖了整條街 整個天安門都是人 你是打不到電話 但是沒有人能聯絡到任何人 因為所有線都閃著了 我跳了上車 我倒下頭是這樣寫 我兩個小時沒有踩過頭上來 就在那裡寫 其實我不知道那天會載我去哪裡 我是沒有懷疑過他不是載我去電視台 當然最後我很好運的Touchwood 他真的載我去電視台 所以我是第一個 Out of 2EB 當時還有亞視 我是Cable 還沒有NOW 我是第一個回到去的 我回到去的時候 全場都呆了 看著我 張寶懷知道你怎麼回來的 全世界都回不來 因為所有電話都打不到 然後所有車都塞了 他們當時沒有問我 我一回到來就是7、6V O成 所以那時候有線是最早出到6點鐘CAS 就是有章寶懷在現場報道的這個章 其他都是出片 我出到章 當我做完之後 我的導演 我的腦總就問我 你到底怎樣回來 然後我告訴他 我跳了上一輛車 然後又被他一同樣地 好像不過分這件事 被朋友罵到九彩 他說你是不是瘋了 他說你為什麼可以跳上一輛 不是你自己的車 為什麼你可以跳上三輛陌生男人的車 你頭都沒有站在那裡寫 如果他不是車外電視台那怎麼辦呢 那一刻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就是覺得他會車外電視台 我就是專心寫稿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都幾 現在不會了 現在人老了 怕死了就不會是這樣 我講回五光斧的經驗 我就逼著跟進去樹林 進去樹林之後 大概走了10分鐘 然後前面有一個灰色 很巨大的灰色 一座東西在我面前出現 那個就是五光斧 然後他叫我爬上去 然後我就想 嘩不是吧 沒有辦法跟他爬上去 一爬上去的時候 那個是五光斧的聖殿 全黑因為沒有天亮 沒有太陽出來 那時候五點都沒有燈 然後他就開了電筒 我現在帶你走 然後我那時候很記得媽媽的教誨 千萬不要八卦 不要拿電筒到處照 然後我就很堅決那一刻 我說什麼都不照 什麼都不走 我就坐在那兒 她說坐在那兒 對 坐在那兒等天亮 其實就等了大概半個小時後 那就真的天亮了 那我就看到太陽在我面前 那裡升出來 其實你看不到那個日出 因為日出你要有一個距離 你又這樣看過去才看到日出升 嘩 照耀成功 不過分 但當你在頭頂上升的時候 其實你什麼都看不到 我就在頭頂上升出來 唉 終於光了 光了的時候我才去跟他走 其實我媽媽從來都經常說 她說不要八卦 譬如有些人很喜歡好早行山 或者很喜歡好夜行山 好早和好夜行山 我媽媽都不建議 因為沒什麼人氣 日頭又未出 她說如果你真的要走 都不要拿著電筒周圍照 有時候你會照到一些 其實他又不想見到你 你都不應該見到他的東西 所以一個人的好奇心 其實是要克制的 你不可以每次都好奇心 而這個男子 寫男骨子寫這個男子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 就去問那個女子 你為什麼有什麼需要 那女子就告訴你我被人殺了 就是因為我在深圳的時候 遇到搏頭檔 被人搶了之前 之後搶了電話 就搏死了我 然後他就跟他說 他說就找不到 就是不可以幫你沉冤得雪 不過他說 可不可以幫你超渡 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自己就沒有跟阿公說 就去那些衣紙店 就嘗試去買 然後那個老闆就問他 你燒衣紙燒給誰 他又沒有名無姓 沒有出生年月日 他又什麼都燒不到 他說我不認識那個人 我可不可以就這樣燒給他 然後就被衣紙的老婆 那個老闆就罵 那些賣衣紙的那些 就罵 他說年輕人你不要搞這些東西 其實是的 燒東西都是不可以亂來 因為一燒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無形的眾生就會來 所以例如佛教也是一樣 例如放鹽口這些 放鹽口的意思就是 現請的所有無形的眾生 我媽媽經常都說 對無形的眾生都要很尊重 不可以叫什麼那隻東西 那些其實是不應該的 其實對方在生的時候都是一個人 所以你要很尊敬他 不可以一些很Rude的稱呼 當你做這些例如炎口 放鹽口那些 其實都是無形的眾生很多 如果你的法師 你的五個功力 其實你做不到 一般人是做不到 還有其實那時候佛教 做放鹽口那些 都是很早就放 就是四點之後 其實一般去廟 四點五點之後都不去 這個都是我媽媽教的 四點之後就一定不去廟 因為太陽開始下山了 所以最好去拜神 那些拜廟那些都是一早去的 即是一早去 即是九點幾十點 那些時間 通常三四點就不去的了 這個人當然老闆就不做他生意了 就覺得這個人你是不是瘋了 後來女朋友就發現他很不對勁 因為為什麼呢 他開始發現他家裡 因為他在一個人住 發現他家裡有很多女人東西 發現他有很多女人東西 然後看到他男朋友不太對勁的時候 就跟阿公說 說他不太對勁 阿公一眼就看到他 就發現他的不對勁 就是在於他已經上身了 那你上身那個是不會知道自己是上身的 你以為自己很正常 以為別人… 但對於阿公他就會很狠狠 因為其實不是男生對阿公很狠狠 而是他在裡面的靈體對阿公很狠狠 於是後來就被阿公解決了 灌他喝了香爐灰 然後他就吐了東西出來 後來就沒事了 那女生的靈體就離開了 但是故事還未完 我以為故事到這裡結束 原來他的 Chapter 2是繼續的 那個靈體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 他沒有離開之後 那他怎樣呢 原來就是因為他沒有上身 他上不到他身 然後就跟了他女朋友 這件事其實都蠻害怕的 因為他阿公和女朋友趕走他的時候 他們三個 阿公和女朋友 都在這個男生的家裡 所以這個女的靈體離開的時候 他就跟了他女朋友 就是跟了他女朋友 因為其中這裡還有一件事 他是說得很對的 就是當一個人… 他這裡就說這個男生 是被靈體上滑身之後 其實他的頻道就很弱了 就很容易跟其他靈體接觸到 這件事其實是真的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例如我早幾年有做金木水火肚 我忘記那間店叫什麼 金木水火肚 是一個人 即是另類的治療 就是金木水火肚 但當你身體不好 可能你有病或太累 你過爐的時候 你的金木水火肚就會不平衡 有一段時間 早幾年 其實我只不過是傷風感冒 但很嚴重的傷風感冒 我嚴重到 我從來都不知道失聲是有多嚴重 我以前做電視台的時候 都有經常做到接近失聲 但雖然是走音 但還可以開到聲 但早幾年我試過一種失聲 是完全好像啞嘴一樣 是完全一句話都說不到 原來那一刻 我告訴他 原來是很恐懼的 因為平時 你的 communication 你是說到話的時候 你不覺得是什麼 但當你完全發不到聲的時候 你發覺原來 你一個電話打來 你都說不到 那種的恐懼是很害怕的 尤其是當他見不到的時候 你無法討論 你只能打討論 你錄不到音 你講不到話 是很大的恐懼 那時候我去看這個 不幸 不是不幸 其實是科學的東西 是另類治療法 他就說我的金木水火肚很不平衡 他會嚴重地低 他就跟我說過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channel 當你嚴重地低的時候 你其實就像收音機一樣 這個88390人 不知道 我沒什麼心機 總之 你正常的channel 是跟人接觸的 是一個frequency 但當你那個frequency 改變了另一個軌道的時候 你的frequency 就可能接觸了那些 不僅是人類的東西 我說是真還是假 那時候 那個親身的經驗 其實都蠻可怕的 就是很容易感覺到 周圍有東西 那為什麼會感覺到呢 就是因為你的人 那時候病得好不好 其實都只不過是想說 那麼好 不是什麼大病 但就令到那個frequency 在你不知不覺裡面 你的frequency 就是跟其他一些 生物的frequency 可能很close 很close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感受到他們 即是感受到 你看不到的 你感受到的 我試過有一次 晚上都不是很晚 11點幾乘搭升降機 一出升降機 那一下覺得好像碰到一個人 那一下好像惡惡 其實前面什麼都沒有 後來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真的很聰明 那他就幫我在我的鎖匙上 安裝了一個鈴鐺 好像小狗一樣 安裝了一個鈴鐺 安裝了一個鈴鐺 他就說你去到哪裡 你就拿鎖匙出來拚 尤其是晚上回家的時候 拿鎖匙出來拚 拚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不是對方想撞你 是你不小心撞到他 其實他也不想撞到你 不過是你不小心撞到他 其實你的frequency 不應該感覺到他 但是就是因為你的frequency 就是有些上浪 於是按鈴鐺 大家可以有些避 就迴避 不要撞過正 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都是拿著那個鈴鐺 到晚上晚上回家我就按鈴鐺 這幾年COVID 就沒有晚上回家的這回事 所以其實我真的跟大家說 如果當你的精神 真的不可以讓自己太累 原來這件事 其實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迷信 是真的很科學 那時候我去做那個 五行那個 是很多名人去做的 立法會有很多名人去做 不說誰 很多很多 很多有錢人去做 其實大家原來都有做這些治療 那個Center 他說是 其實每一個人 你最好的狀態 就是你金木水火土都平衡 當你一個人是一有一個不平衡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你的frequency 就好像收音機一樣 你本來是這條的frequency 那你就會 你會 你會 上上落落 那你就可能就會接觸到一些其他 你不應該接觸的channel的東西了 所以 你要保持你自己的frequency 所以你真的需要休息 你不可以做死自己 所以我覺得偶爾 當我很忙的時候 停一停Youtube 我給自己recover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每次都頂得順 其實頂不順 不單身體出毛病 是那個frequency 是會變的 那個frequency 會變的時候 你就會 感覺到一些你不應該感覺的東西 其實他也不想讓你感受到 如果你要感受到他 他也很無奈 但之後就沒有了 很短時間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 那時候我聽過潘兆聰說 因為他很多時候晚上做節目 他很晚 他說他會曬太陽 很近正午的時間 就會曬太陽 其實曬太陽也是很好 我媽媽經常都說 女人 我經常都說過30歲 千萬不要再曬太陽 過30歲之後曬太陽的東西 是不適合你做的 那些人就說要用手指曬太陽 但是其實 拿手指曬太陽就是 說的是防曬 要美白 但其實都應該要曬太陽 因為 其實沒有東西是正氣得過太陽 所以其實 我自己就 基本上我每天都會曬太陽 因為我每天都上班 每天上班走來走去的時候 其實怎樣都是曬太陽 其實房間都是一樣 應該盡量拉開 還有盡量開窗 拉開窗簾和開窗 其實可以令到你整個氣流 真的差很遠 再具體我就不說了 不過這個是很重要的 先喝一口水 這是我們的Part 1 說完這個Part 2 Part 2的故事是怎樣 靈體跟著她女朋友 黏住了她女朋友 令到好像她的樣子跟兩者的樣子很一樣 所以她的女朋友在公司裡 她的同事經常說 我看到你晚上半夜都還在 其實她的女朋友不在 經常都有這樣的狀態 這個其實又是一個很危險 後來我忘記了結果是怎樣的 結果是阿公發現 阿公發現後發現不對勁 因為女朋友的行為越來越怪異 然後平常不當化妝 就化一些很濃的妝 為什麼靈體由男生身上 會變去跟著女生 因為原來她的一口怨氣 就是因為她為什麼會過世 因為她男朋友 連買一群人 騙了上深圳 搶了她的錢 就不小心做下了她 所以她就很傻 你們兩個這麼好 她就要代替那個女生 跟她男朋友好 所以 我不清楚故事是真還是假 但這些長口 其實都是有聽過的 這些長口我又不會覺得很驚訝 但你是不是覺得很恐怖呢 其實也是挺恐怖的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挺恐怖的 這件事也是有得分享一下媽媽的智慧 這個故事是一個個單元 其實這本書是可以買的 因為其實都挺害怕的 還有其實我覺得她說都寫得不差 故事不單止有條理 害怕 那真是合理的 還有其中間也有很多人情不細故 有很多很細緻的感情去寫 例如阿公和孫女 當阿公聽到孫女在罵她 說我不想見到她 整天都說這麼神怪的事 其實阿公覺得孫女的行為有點怪異 但她搞不清到底是被鬼上身 還是她真的討厭自己 反而有時候月親的人原會是這樣 以為你長輩 以為你討厭她 以為你嫌我腦 不想和我一起 所以阿公覺得孫女的行為很怪異 但她不敢出手 原因是因為她搞不清 到底阿孫女真的嫌棄我 還是她真的不妥 後來她發現她真的很不妥 她就知道她真的很不妥 但她剛開始的時候 以阿公那麼果斷 道士見慣世面 有什麼沒見過 的情況下她都不敢判斷 孫女到底有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老人家都怕年輕的人 會嫌她煩惱 嫌她緊張 反而有時候父母背都會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會覺得 對長輩和對小孩一樣 其實你是要有很多的耐性 你不能沒耐性 你想想你小時候 你媽媽、你爸爸、你阿公、你阿婆 你爺爺、你媽媽怎樣照顧你 其實做人我經常覺得是要還的 別人怎樣對你 你拿了這麼多時間 你年輕的時候 你年輕的時候 你拿了她這麼多時間 你拿了她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要還的 你今時今日不是要你還什麼錢給她 不是還什麼物質給她 但最起碼你一定要還時間給她 她給了這麼多你 你也要給他這麼多 給不足你也要準備 因為你已經收了 我覺得做人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現在我是很忙的 很忙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小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長輩給過很多幫忙 或者給過很多恩惠我 到現在他們年紀大 其實我就要Return了 Return不單止Return給自己父母 也要Return給曾經提攜過你的長輩 其實不是什麼東西 意思就是可能約去喝茶 見面 聊聊天 其實是很滅滅無的東西 但你不能覺得煩 因為是你應該的 是你已經先拿了 你明白嗎 你已經收了 所以其實是要說 人生我經常都覺得是永遠都是 是Give and Return 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任何東西 你免費拿回來 好像我以前去英國讀書 我是拿了獎學金的 有些人會覺得 我拿了獎學金 我成績好拿獎學金 我不是這樣想的 我成績好當然才能拿獎學金 這個是條件 因為資源有限 都要有些 criteria 但是是不是等於你成績好 你就帶一支東西 我拿了就算不用還 不是的 到了我有能力的時候 我會做獎學金 我拿多少 我拿出來的 你起碼拿多少 你得多少 你要拿出來 不單止你有能力的話 你要還息 你在銀行借錢也要還息 你拿別人的因為 怎會不用還息 我覺得這個世界 最好的一個人生是什麼 就是你的Balance Sheet 有一天你塵歸塵歸土歸土的時候 你的Balance Sheet 是沒有欠人人 沒有欠你 最好是這樣 最好at least就是 別人欠你不要緊 但at least你不要欠人 因為你欠人 你答你你要還 這個也是從小到大 我媽媽說的 但我媽媽又沒有說得 那麽 precise and concise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真的會覺得 你以後瀟灑的人生 就是在於你沒有東西欠人 人欠你的話 你不就等他還 你收東西就好過你還東西 所以就是欠人的東西 盡可能就是可以還的就還 就不要… 因為我相信是有輪迴的 我相信是有前世今生的 如果不是 你回答你就會很甘的了 你用一個很簡單layman的concept 你想像銀行橫式一樣 這個就是拆開了一點點話題 說完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也是很scary的 就是有些人很喜歡養鬼仔 有些拜貓靈、狗靈、靈湖等 找自己去保佑自己 我媽媽經常都說 這些東西是絕對鬥不得的 她經常都說 一個人最好就是有宗教信仰 你有什麽東西 就是你要向外求 你一定是向佛菩薩求 或者向天主求、向基督求 向你的宗教去求 她說宗教其實是最正義的 最正義的 你向他求的任何東西 其實都不會要你還的 但你向任何宗教以外的力量求 都是那個concept 是有借有還 你私有問大宇宙借錢 你問銀行借錢要不要還 當然要還 沒有東西是不用還 你不知道還多少 你借多少 但你不知道要還多少 最醜是不知道要還多少 所以還其實是最害怕的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 很多人都喜歡借助所謂的愛力 這件事是我媽媽很反對 她說一生人這件事是絕對鬥不得 絕對不可以碰的 所以有時候我以前小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去看相 求神問簿這些東西 我以前小的時候 我媽媽一定會跟我去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很想看看 她一定要知道我去那些地方 有沒有一些 可能那些 健博或看相的人 她是借助我愛力的 如果她一看到她擺壇 擺到很多東西 她就不讓我去 那些人是不能去的 現在我就沒有了 現在我人大了之後 就會明白一件事 就是 其實吃多少 吃多少你是整頂的 你只能夠努力去做 前面有個機會 你就努力去做 其實都不用怎樣問的了 我都經常都說 你的結局是你一生行為總和 其實如果你做事做得好 你對人對得好 你做事認真的話 其實正常你應該是reward的 因為是正面的 中瓜得瓜就中鬥得到 這件事其實很科學的 一點都不迷信 但是你不可能祈求 你自己什麼春都不做 你對人又衰 然後你有很多回報 就好像林鄭不可能會 他覺得自己可以上天堂 對嗎 就是一樣而已 現在有個 有個訊息說他去了歐洲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這個我不知道 我都是聽網上的訊息 不知道 但我有點懷疑 然後就 說什麼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沒有什麼 就完全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做人坦蕩是最好的 做人坦蕩是最好的 這個故事是說什麼 我不知道原來有一件事叫做 我沒有聽過的 叫做 其實我是不太懂 那些是什麼 原來就是貓靈 那些貓根據書寫 作者寫 如果一隻貓懷狗胎 狗胎都死了 而貓的媽媽都死了 就可以製成一個叫做 是一隻貓靈 然後你供奉他 他有些靈量可以幫你 這件事 我不知道 這個純粹是提書 我現在才知道 有些這樣的東西 那 書中的故事 那個人在淘寶 訂回來 即是大陸製 那阿公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就是作者的朋友 就供奉了一個這樣叫做 滑角的東西 當他供奉完之後 他的人就開始不對勁 經常病 自己就像滑角 很不順 又經常病 正正常常一個人 你怎樣去供奉這些東西 又是很奇怪的 故事的發展 最恐怖的是什麼 後來阿公發覺不對勁 那個人就求阿公 阿公我是不是撞邪 阿公是說 這個靈體 其實是令到你 那個人是很不對勁 令到你很沒有運行 令到你病 不過他也是很弱的靈體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你就不要再搞了 那他就說 那那個人就打電話 去淘寶商戶 嘗試去拿回一些錢 那他說 為什麼你說中文 不是泰國的東西 然後他說 不是啊 我在淘寶訂的 然後阿公 原來有一個師兄弟 就在大陸做這些 那他做什麼呢 你想想 原來他們是用一些很殘忍的手段 對待動物 中間的細節 我就不想說 因為我很怕 很害怕 我看的時候也很害怕 看的時候也沒管動 那是很殘忍的方法 令到 去對待動物 令到貓BB死了 然後才有這些東西 可以製造這些所謂的滑角 所以其實人類的殘忍 或者人類的愚昧 人類的無知 其實是傷害很多動物 正如那些女士喜歡穿皮草 我以前小的時候 即是十幾二十年前 我不知道皮草是怎樣做 都很喜歡皮草 因為那樣很嫩 我看到身邊有些朋友 每個人都成見明 好像很漂亮 當我後來知道這件事是怎樣來的時候 我就很明白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種快樂 是需要見在別人那麼痛苦的情況上 所以從此之後我就不再穿皮草 如果偶爾你家 看到我背著一件 好像皮草那樣的東西 那我告訴你 那是假的 即是纖維東西 很便宜的 即是一千元一件 Fur是不可能一千元一件 肚毛那些 其實全部我都不搞 因為就太殘忍了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美 任何的pleasure 是需要建立在對方極度痛苦的狀態身上 無論那個是鱷魚皮 又或者是肚毛 又或者是什麼什麼皮 即是鱷魚皮那些 即是鱷魚皮那些 我都不用 有些人說 那你皮手袋都不用 那這個其實我都盡量 是減到最少的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是沒什麼買手袋的 有兩年我沒什麼買手袋 原因是因為那一刻 我覺得實在太過殘忍了 但我始終都說 我又不是清疼痛 我又做不到這麼clear 但是我知道的 盡量可以做的就做 我都只可以這樣說 我都自己一個犯人 又不是一個清教徒 有些事情就做 又確實是做不到的 做不得那麼清 做不得那麼盡 這樣說 原來是這樣來的 當這個男生知道 原來這件事是這樣來的時候 他就很激動 他就說 我不用你賠 我給你錢 你千萬不要再傷害那些貓 但問題是 其實在說一件事 如果人沒有這樣的 demand 就不會有那些 supply 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媽媽經常教 有些人很喜歡 小時候不經常看 我不是小時候 現在也是 有些人很喜歡喝什麼 喝豬腦去補自己的腦 我媽媽經常說 你的腦和豬腦 為什麼你會覺得豬腦可以補到你的腦 如果你的豬腦可以補到你的腦 那你不如一隻豬腦 所以我們家從來都不吃內臟 加上我媽媽是吃腸素 她經常覺得 其實吃素食是最好的 我是真的相信的 素食是最好的 其實吃素食 你連皮膚都好一點 其實我不是告訴你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做化妝 一點化妝都沒有 不過我最近生了很多痕瘡 原因是因為太累 是因為太累 我十年都不會生得不錯 我這次生了兩大顆 其實臉上蠻痛的 我戴著眼鏡看不到 如果不戴眼鏡是拱起了一顆 問題是 如果你吃素 你吃很清素食 其實你連化妝都不用做 油脂痕 沒有黑頭都沒有 如果偶爾有贊助那些 沒有浪費就去 否則我完全都不做 其實是OK的 只是這樣洗臉就OK 是因為你吃了清 其實你身體內所有東西 我都說了 很有智慧的一句說話 你的結局是一身行為的綜合 你的外表是你所有東西的reflection 你吃過什麼東西 reflect在你的皮膚 你的心情很不好 reflect在你的樣子 所以看你的樣子 就知道你日子過得很不好 就知道你是否一個健康的人 如果你健康 健康康 滑雪雪 白雪雪 你一定是健康 你的臉上有很多痘痘 其實一定是跟你不清理 你裏面不清理是有關的 不只是說這些不夠睡 不只是跟你吃東西的習慣是有關的 所以吃素其實是好的 所以我們剛才說了豬爐 我們就不吃這些東西 不相信這些東西 另外我媽媽經常說 那些靈嬰和靈體 他們這麼早腰折 都已經很慘 根據書中 阿公說 有兩種腰折的小朋友 被控制的 其實是很慘的 所以都已經很慘 那麼慘 怎麼可以保佑你呢 就是用心做事 用自己的方法 努力去工作 不要靠這些東西 第一 其實這些東西很慘 那些靈嬰是怎麼來的 原來是用了很不人道的手段 弄死貓 令貓寶寶死了 然後才能做到這些靈嬰 這些就是人 你有這樣的 demand 他們就有那些 supply 那些人是很折套的 就是書中這樣說 阿公的兄弟 其中一位是他的老友 上去做這些事情 跟著作者這樣寫 他沒見過一個人 臉可以灰到狗 跟一個灰色的牆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喂大哥 你做些這麼陰質的事情 你怎麼會青靈白正 所以他就說 你一個人的外表 你就知道過成怎樣 其實看你的外表就知道了 所以這些事情就是 做人做好些 做得心地好些 對人好些 你不用找些什麼去保佑你 你想想 如果那些動物死得這麼冤 他又如何去保護你 怎樣去加持你 神經病 真的不要再做 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企圖想這些方法 其實就真的不要了 你用心做事 你用心做事 你用心做讀書 你勤力一點 其實你勤力一點就可以了 有很多事情 靠這些事情 其實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很陰質的 當然做這些事情的人 一定有報應 你傷害任何的生命 都是有報應 任何生命都有報應 你不要以為貓 他愛我什麼可 其實都是有報應的 所以這個世界的那盤數 不是你自己計的那盤數 就是有另一盤數 那盤數是很清晰的 就是 我媽媽經常說 因果的事情 就是 全部都不會差的 不會漏你一條數 所以你做過好事 去reward你 做過一些陰質的事情 他都會報應你一定 所以這部書 其實都蠻好看的 其實我今天講了很少 本來我準備了很多 下個禮拜再講 所以我覺得 怎麼說呢 雖然看鬼故 你覺得 都蠻恐怖 我不能夠一次看 我又喜歡看 但我又怕 但你會覺得 現在的世界 有時是比 不是有時 其實比鬼故 更加恐怖 他裏面有一句說 我覺得很對 阿公說 其實哪裏最多鬼 就是人心裏最多鬼 那些人真的可以很差 真的可以很差 我都不用說太多 其實你們都明白 是不是 那譬如 最近去消費券 那些 消費券 我又覺得是很傻的 消費券當初的目的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大家開心 為了刺激經濟 多些人拿到消費券 多些人可以花錢 那是不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那你也是想 給人去花錢去刺激經濟 其實都是想這樣 那為什麼要做得這麼小器呢 為什麼要做得這麼 要DQ二十幾萬人呢 就是我看新聞 因為我都說我很久沒有看新聞 看新聞就說 有二十幾萬人被DQ 然後那個服務中心 就是排了長龍 就是 說不是啊 其實我沒有離開香港 我是Terminate了我的強積金 Terminate了強積金有很多原因 那你早兩年經濟不好 有很多人都想Terminate強積金 那些錢是我的嘛 你管我什麼 你管我60歲之後才用 還是我40歲之後才用呢 那些錢是自己的 為什麼拿回都這麼艱難呢 為什麼拿回好像犯法一樣呢 所以就有二十幾萬人被DQ 然後又要上訴 又要搞 你要限利14天 那你想想全世界是否湧上去那個中心 我經常覺得 是不是瘋了線 完全是無緣無故搞大 你當初的目的是 為自己經濟的嘛 那多些人用錢不好嗎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還有有些人提出這些 就說你開香港那些 你要DQ不要給他洗 他被離開香港之前 我相信他們都有交過稅的 都是建設社會的一份子來的 用不需要這樣啊 用不需要租得那麼準啊 用不需要那麼小器啊 這些人就是心地不好 就是一句說話就是心地不好 你當初 其實社會已經 不是很開心的了 是不是 已經不是很開心 那個氣氛不是我們以前 一直成長香港那種的 歡樂城市 就是學玩樂啊 舞照跳馬照跑 不是那種了 已經是 你難得整個消費券出來 大家開心一下 大家開心一下 一萬元而已大哥 你以為一千萬嗎 你以為可以洗一洗什麼 兩東西都沒有了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這麼 租得那麼準呢 就是提出這些人呢 就是我也是講一句啦 就是心地不好 就是有時候呢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做人的事呢 不要做到那麼準 其實你留一條路 不是幫人家 而是幫自己 你留一條路給自己走 一個人最怕是逼自己 逼到是沒有彎轉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最糟糕的了 那沒有辦法 如果有些人是要這樣 他以為絕別人 其實我告訴你 你要絕別人的口腦呢 是轉不到的 你只可以轉到你自己 所以做人呢 就是留一些余地 就是各方面都是 尤其是有權力的時候 就一定要留一些余地 就是對別人呢 就是退一步 給別人有個轉 給別人有個新機 給別人有個轉彎的地方 其實都是等於對你自己留一線 就是人一輩子 你說長也不是 不長也不是 但是 你這輩子還未完 你以後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我媽媽經常都說 因果是她最害怕的 因為 因種了下來 果怎麼來呢 是不知道的 果是千變萬化 是你想像不到的認識 回來你身邊 當果回到你身邊的時候 你招架不到 你就會很痛苦 到時候 你後悔已經太遲了 所以這部書 我覺得都值得說 除了講鬼故之外 都有一些人生道理 我還未講完 我下個星期 就再跟大家講 還有就是 未來年尾 現在已經七月了 其實我是等著 七人樂隊這部電影 在Patreon那裡 想跟大家 開始回我們 每個月 或者每兩個月 看電影 這件事 但是 現在正在等著 他們更新我到底 的場數 但也是 一定要在Patreon 就是藝術文化的 連費會員 才可以做 這件事 好嗎 好了 就到此為止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